四 三 二 李可惟 你是個腦殘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潘慧如 我在我的明星爸爸裡面呢 是飾演一個八卦周刊的記者 難道你們搬來這個陌生的環境 你就以為以前的事情 都沒有發生過嗎 你趕快進入你的主題 把你該問的問一問 問到你想要的答案之後 拜託 不要再干擾我們的生活 大家好 我是邵偉 這一次飾演的角色叫鄭文雄 鄭文雄 那 在 老李待了十年的時間 我覺得他的人生最大的改變是 他真真實實的跟他的小孩 開始相處 我跟你保證 你以後不需要再做回收了 以後有什麼事 聽我就對了 你是八爺的手腦 我呢 大家都叫我騎乃祖室 說我們兩個頭上都有夠好的 都發足了 但是他才好的人 都會容易換取 他雖然身為一個八卦周刊的記者 但他生來在心裡面 有一個不為人知的秘密 就是 其實他的爸爸在很久很久以前 是詐騙集團的手腦 我的明星爸爸呢 是讓大家看了會好好思考 就是 你如何跟自己最親愛的家人互動 只要把握機會一點都不先玩 大家一定會從戲裡面得到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正面的意義 我的明星爸爸 就在回來了 來見你了